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日版上個月登場的泳裝霞 長途角色 後衛破防兼輔助 日版卡池的時間是2月23到2月28 一共六天 期間是有全程疊到免費時連的 如果六天的免費時連全部給泳裝霞 免費抽就抽到的機率是35% 如果只給四天 第一天的給學飛 最後一天給公主黑貓 免費抽抽到的機率是25% 但比較麻煩的是開在戰隊戰期間 如果要把免費時連全部按完才要抽的話 那戰隊戰就已經結束了 會戰結束也許就無所屬了 日版是這樣啦 至於台版到時候有沒有疊到免費時連 還有會不會開在戰隊戰期間 這個就要問SONET 不要問我 另外特別說明一下 瑕士杜冰狗 劇情裡有講 不是什麼驢 還是什麼奇怪的動物 接著看技能吧 一技能 不分物理還是魔法 中幅度降低敵方攻擊力最高角色的魔法 並賦予異傷狀態 使對方受到暴擊傷害會增加12% 這邊簡單說一下公主連結的暴傷計算公式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懂了 江戶妮諾的UB傷害如果暴了會造成三倍傷害 而不是兩倍傷害 如果現在有個江戶妮諾 她身上有新年可可蘿的一技 給她暴擊傷害30% 又有公主可蘿的UB 暴擊傷害增加16% 而她打的目標身上有泳裝俠的一技負面狀態 那她造成的最終傷害是 初子傷害乘3 乘上課號1加0.3加0.16乘上1.12 角色的倍率是獨立計算 爆傷是用加法計算 而被爆傷又是獨立計算 這時應該會有人問 有什麼不一樣呢? 簡單的說 就是用乘法打出來傷害會比較高 用加法打出來傷害會比較低 這對泳裝俠來說是好事 如果是一個隊伍裡同時有公主可可蘿跟泳裝俠的新黑隊伍 採用乘法 新年黑貓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二技能 自身以外的我方角色大幅提升魔攻跟魔爆 提升的魔攻量會隨著本身魔攻增加而提升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魔法攻擊力 最後是UB 不論物理還是魔法 對攻擊力最高的敵方單位造成大幅度魔法傷害 裝幅度降低魔法 特大降低暴擊 持續18秒 開場技能是先1技 破防後2技 後續循環我打在畫面上 好長 那我就不念咒語了 好啦 技能看完了 先說說在戰隊戰表現 再吐槽在競技場的表現吧 戰隊戰的表現就是強無敵 整個就很扯 是新年黑貓最棒的夥伴之一 就我看到的資料來說 日版上月一王 三王 五王的新年黑貓刀 都有看到泳裝俠的身影 不管是自動還是手動都有 所以只要是戰隊戰玩家 不管是熱血手動玩家還是懶人AUTO玩家 泳裝俠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不過泳裝俠剛出的時候 日版剛限定連發結束 應該是有不少玩家手上沒剩多少鑽石 於是這些玩家就會想問 可是是常駐欸 不抽行不行 我可以用借了嗎 另外也會有部分玩家問說 泳裝俠這麼強 是不是會取代普通俠啊 這兩個問題我一起回答 這兩位的用法算是蠻像的 有的隊伍普通俠換泳裝俠也是能打 只是走不太一樣 沒有說誰取代誰的問題 大家都是新年黑貓的翅膀 至於想用借的 新年黑貓上個月又肆虐戰戰了 想出兩刀新年黑貓刀的話 最好還是要有泳裝俠啦 對了 肯定還會有人問 日版三周年不是有出超德卷嗎? 買了可以自選一個常駐角色的那個 那可以選泳裝俠嗎? 當然不行 超德卷只能換出了很久的常駐角色 泳裝俠不能換 接著說競技場的表現 泳裝俠開場是對敵方攻擊力最高的角色 破防跟賦予異傷狀態 我先吐槽攻擊力最高的這個條件 我在競技場見面看了老半天 找不到切換顯示防守方攻擊力的方式 應該是沒辦法改啦 只能看對方的等級 戰力還有框框的顏色 所以要知道對方誰的攻擊力最高是有點難度的 要把競技場常用角色的攻擊力都背起來 才能知道對面誰的攻擊力最高 就算都背起來了 也不能確定對方有沒有卡RANK或是專武 所以還是有猜錯人的可能性 尤其是那種物理混魔法的 好啦 就算解決了攻擊力最高的問題 接著第二個問題來了 如果我傷害不夠 我陣容又只能選一個角色放 那我要放泳裝俠還是泳裝七七香 前陣子我做了個魔法範圍傷害角色的計算 有六星解法 拉拉隊初音 公主優衣跟六星初音 我就直接拿這個傷害表來算了 以六星解法為例 六星解法炸人最怕就是炸到解法或是咲戀這種角色 殘血沒有打死 被反打一波就會輸 所以防禦我拿六星咲戀的魔防464來算 滿血解法 打被泳裝七七香破防的咲戀差不多可以打五萬多傷害 被泳裝俠破防則是打三萬七 明顯泳裝七七香的效果更好 而目前日版競技場處於一種異傷的狀態 姊法打下去 毀天滅地 傷害不夠的話 抓泳裝七七香來就差不多夠了 不太會需要泳裝七七香跟泳裝俠一起上 以目前競技場環境來說 泳裝俠算是沒什麼用的角色 防守幾乎沒人用 進攻也不是最佳選擇 好啦 最後最後的總結 泳裝俠 戰隊戰 強無敵 戰隊戰玩家如果撐過限定連發 還有鑽的話是強烈建議要抽 如果沒有賺 想要PASS的話就問問自己會長 看會不會無所屬吧 競技場玩家則是可以PASS 沒什麼用 至於還沒有滿等的新手 也是建議PASS 新手光限定都抽不完了 常駐就先PASS吧 緣分到了 自己就會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